九二共識是從哪裡出來的 我們社會其實也有很多的疑問 1992年並沒有九二共識這個名次 當時的主旗試者 不論是李前總統也好 或者是孤政府先生也好 都說沒有九二共識 那他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就沒有所謂承認與不承認 接受與不接受的問題 惠文我們幫他調了一個資料 就是4月13號 那時候民進黨只有黨內辯論嗎 許新娘就特別提醒他 你九二共識這個東西 兩岸真的弄不清楚 民進黨那個中心選民票是投不下去了 所以你小英要贏 你一定要把這東西講清楚 包括你要踢到是什麼 結果今天他的回答 已經過了四個月又十天對不對 他現在回答還是不存在 那你把橋拆了 你的新的橋在哪裡 對 剛剛主持人講到這個許新娘那個 不要忘了這個問題的代價是五百萬 什麼五百 是民進黨會出選要叫五百萬 許新娘為了問他這個問題 許新娘那個問題價值五百萬 結果也沒有什麼明確的答案 即便過了四個月又十天 我想許新娘應該跟我一樣聽不懂 那如果總統大選這個雙英辯論的話 我看馬總統也不要問這一題了 問這一題答案都一樣 那就重播就好了 我來引述剛剛這個運鵬兄剛剛講的 尊嚴 平等 互惠 昨天蔡主席也提到互惠而非讓利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把找收清單就刪一刪 因為我們不要人家讓 民進黨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你要平等 要互惠 那他們沒有找收清單 為什麼我們有 什麼叫做概括接受也可怕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了解 這個議題沒有那麼難 現在那時候民進黨擺明 吃共產黨的豆腐 就說你女兒是應該的 不過我們是平等 我們是互惠的 我們尊嚴跟平等我們暫且都不談 我們就看這個互惠這個部分 如果鄭英鵬講的互惠 跟蔡英文講的這個 不要讓利的話 那包括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這個水果 什麼什麼西瓜 什麼什麼鳳梨 通通都取消 石斑魚什麼都取消 大家願意嗎 大家接受嗎 如果大家都接受的話 那你們就投蔡英文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 我不是寄希望於老共 我是覺得因為你們講過了 現在蔡英文百分之說 你們講過了 我還是不理你 不管你在中國講或在美國講 我百分之不理 我直接推翻九二公式 奇卡雄我要先強調 我不是反對 某個程度我是支持蔡英文 但你蔡英文要告訴我們說 反對之後 如同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那你以後怎麼跟中國談 以後沒有江神會的怎麼談 以後兩岸要怎麼談 你那個架構要出來 如果架構沒出來的話 等你執政 你總不能說你執政再告訴我 這樣太 太不理性了 我覺得現在就應該講清楚了 現在就是說兩岸切實的關係 比以前好 那它有個基礎嘛 就跟一座橋樑 它是九二共識 那大陸這邊也清楚跟你講 國台辦的主持人 王毅怎麼說 如果有人上台要推翻九二共識 大陸是不會接受的 他特別講 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不清楚 唯一清楚的就是一邊一國 對北京而言 一邊一國就是台獨啊 那今天你今天還是這樣回答 那兩邊怎麼談 整個兩岸關係不是往後倒了嗎 其實對國民黨跟共產黨來說 他們的橋樑叫做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民進黨其實不可能 就算我們承認中華民國好了 那也不可能我們認為中華民國 簡稱中國 所以民進黨根本沒有一個中國的問題 所以當然不可能有九二共識嘛 這是民進黨幾乎是前提啦 民眾關心的不是這個啊 民眾關心是會不會倒退啊 那你怎麼談 你跟大陸要怎麼談 那因為是這個狀況 共產黨一直不接受民進黨的主張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民進黨 你執政的狀況 兩岸關係會倒退 那沒有錯 這個疑慮你在共產黨講說 你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就沒有後續的 那民進黨沒有辦法處理 我認為民進黨的橋樑 跟國民黨不一樣 民進黨的橋樑就一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尊重我這個政權 那我們政權就是要求 那個尊嚴平等跟互惠嘛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今天ECFA已經是繼承事實了 我贊成蔡主席講了 那個東西可能 不管是蓋花承受也好 還是我們延續執政也好 就不用去公投 但是我認為九二共識 是可以提出來公投 九二共識公投 可以提出來公投 因為國民黨認為說 這是全台灣都必須要接受的 民進黨不這麼認為 九二共識去公投 那看你共產黨不要表示說 如果公投否決掉 全台灣的公投否決掉九二共識了 那ECFA由共產黨去表態說 你認為要去 那九二共識如果過了呢 九二共識如果過了呢 蔡主就下台嗎 那倒對民進黨來說是主張不同 這是社會共識啊 那就變成九二共識了 這是我主張的 所以我認為要公投的話 是公投在九二共識 因為畢竟對我們來說不存在 你現在的總統 現在的政權認為你存在 那大家來欺跨買嘛 以民意為依歸嘛 這是民主政治啊 為什麼九二共識不能公投呢 這是我的主張啦 看看提供大家參考 那第二個一點就是說 剛才輝文講的啦 就是說互惠跟讓利啦 我認為沒有錯 所以蔡英文他們說 要由世界走進中國 就是說應該把ECFA啊 這些條文應該送到WTO 這也是郭正亮跟我 跟其他人認為說 對岸對中國 對台灣是很清楚嘛 他為什麼要讓利 他就扭啊 沒有錯 他們沒有找政權我們有 他就條工要扭 那你就知道他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這是非經濟 非經濟目的在手上嘛 所以這個部分到底台灣的業者 台灣的選民 願不願意接受說 沒有以後沒有讓利這回事 台灣沒有要扣人家 有些產業他可能受一點損失 或他未來的期望降低 但是換到的是尊嚴跟平等的交流 我覺得這個部分 倒是台灣選民應該來想想看的啦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強調說 這個ECFA送WTO 我跟你講 WTO這真的是平等跟互惠 沒有三方面讓步的 因為其他國家可以跟 對岸可以跟中國要求說 我們還會平等待遇 中國是吃不消的 所以大家也都是 在國際上也都是 沒有的你跟台灣特殊關係 我們不要用意識形態 什麼統獨藍利去看這個問題 現在最簡單就是中間選民就是說 那以目前兩岸關係 就是在九二共識上面 大陸也這樣講 共產黨跟國民黨是這樣講 目前兩岸是這樣 那現在民進黨說要推翻啊 我們就要問就是說 這樣到底對兩岸關係是好還是不好 這投票前一定要想問題 想清楚嘛 所以包括許信良再問啊 今天到底有沒有答案呢 其實我不信任蔡英文 他現在催出了這個台灣的主張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蔡英文跟他做 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 跟他做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 跟他做民進黨黨主席的蔡英文 過往所提的主張其實是不同的 他中間是有變遷的 那所以未來的話 你做台灣總統的這個蔡英文 你會不會又提出另外一套主張 因為你自己沒有辦法說服自己黨內的 因為你如果按照民進黨內部的 這個分歧來講的話 你要先做公投之前 你不妨來個民進黨黨內的 自己的一個公投 你自己做調查 因為很多這種獨派人士 他沒有辦法接受嘛 包括他最近幾天去的那個社團 你去問問看那些社團 有誰接受蔡英文這個主張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我們去無存清來講的話 就我們的主權定位 基本上很接近了 就是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他名字叫中華民國 我想國民黨也是這樣講的 那問題ECFA他也蓋挖承受了 那這個細節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他畢竟他認為他要延續的嘛 那我覺得唯一就剩下一個搭橋的問題 其實民進黨還是不願意 九二共識那個橋叫九二共識 也不願意這個橋的名稱換 他也不願意這個橋繼續存在 那我覺得跟國民黨有不同的 其實老共講的就是說 他不接受一邊一國 可是國民黨他不吃這個虧的原因就是說 他其實在形勢上還是 實質上是一邊一國嘛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他願意在協商的這個角度上 把他各自爭議 然後把所有的一中鬧雙包了 就是我們各自表述嘛 你說你是一中 你是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說是中華民國 所以國民黨是把他區距 這個在一個帽子下一中 那可是民進黨他不願意接受 這個一中的這個帽子 可是他也承認啊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那剩下什麼 如果民進黨歷來主張是說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現在你又不表述說 那你不願意一中各表 那你的這個主體是什麼 我覺得蔡英文沒有突破這個 所以他以後推出這個主張 是摯愛難行 他以後不要講說多邊 國際走不出去 到時候也到不了中國 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大的漏空 難道要去借梯子嗎 當選以後跟國民黨借這個梯子嗎 他連借梯子 現在都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他像我們把他抽吃播 有像撥洋蔥一樣 你願意接受九個共識 如果你並不接受的話 你又沒有替代方案 現在是最大的微樓在這裡 我問一下李老大啦 包括宋史玉在講調說 這次選戰不要讓蔡英文 得了一個很重要的意思是什麼 可能就是兩岸關係嘛對不對 那他今天把兩岸講清楚啦 到底兩岸是進步還是往後退 蔡英文不只是兩岸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講清楚 該怎麼做他不清楚 他是很多東西都弄不清楚 包括國光石化 包括核四 包括什麼 他都是搖來搖去嘛 他整個是 所以我們對他擔心 不是說只有這個嘛 那但是就是說 他講說九二共識是不存在的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九二共識是你必須面對的東西 不管你存在不存在 你必須面對 因為大陸已經給你 你必須有這個橋嘛 但是大陸也給你暗示一點 就是說他是講說 推翻九二共識 這些都沒有 他沒有講說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些都沒有 你要中國大陸任何用字用語 你要特別注意的 他沒有講 所以他什麼叫觸統 什麼叫反獨 他是很清楚的 他以前沒有觸統 他以前是要觸統 後來改成反獨 所以他在這個方面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你推翻九二共識 這些都沒有 所以你只要不推翻 那你要這個 你現在最起碼 你要表現出你默認九二共識 你要做出來嘛 那你在逃避這個問題 你逃避這個問題的話 那這個時候 那中國大陸的忍讓 也是有程度的嘛 那另外對著 我覺得這個讓意 大家要搞清楚 水果 台灣水果賣不出去 那大陸人賣 但是你要知道 最近買台灣的水果 大陸海南島的水果滯銷 對不對 那他是讓意 但石斑魚不是 石斑魚是在大陸餐廳 那個價格是節節高升 所以那個不是一個讓例的 關稅 關稅是節免 對 他讓那個節節高升 那為什麼關稅節高升 他讓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 但是我們對他也是一個 也是滿足他的一個消費市場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方面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也是 沒有錯 行業要做 尊嚴也是要照顧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說 我覺得說雙方 大家可以就是說 是好好的談 台灣人要建立自己的 我所謂台灣共識 跟市民的那個不一樣 我是台灣人自己兩黨 不要先自己有建立一個共識 那這個是很需要 但是所有的你老人 不要逃避這些 不要躲這些 這是必須的 不回答九二共識 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馬總統上任到現在 總共簽訂的15項兩岸之間的協議 是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沒有這項基礎的話 這15項協議到底應該怎麼辦 是蔡主席應該說明人民也要一直去檢驗的 再下來 九二共識它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個中國 各自表示 而對我們來說 一個中國就是憲法上的中華民國 我們其實今天可以看到 蔡主席在談十年政綱的時候 從頭到尾 他要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可是卻沒有去觸碰說 他到底要如何面對實質上的 憲法上的中華民國的問題 我相信人民都在檢驗這一點 事實上啊 我們很理性去看 就是說支持馬英九兩岸政策的人 跟支持蔡英文兩岸政策 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人 都有一票人 那今天齊改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要討論 因為外面是蔡英文 終於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第二個 選票 選舉誰贏 就是中間這個嘛對不對 中間選民跟經濟選民嘛 那如果你要拆僑也OK 可能達到 搞不好有些人還鼓掌啊 我也是大部分人會不會跑掉 這是好討論的 我們要再回來